華為目前它大概採取的策略是 大量的儲備芯片來贏得一定時間的緩衝 我們知道台積電在這個芯片的製造上 佔有絕對壟斷的地位 台積電差不多佔了全世界芯片生產的六成左右 特別是高端芯片 這個基本上要完全依賴於台積電 所以目前中國只能生產 和台積電差一到兩代的芯片生產出來 這個情況下華為實際上沒有什麼好的選擇 它只能以拖待變 那麼可以肯定如果這種局面長期維持 比方說維持個三四年 那麼華為確實在這種高端產品上 比方說5G設備上網絡設備上 可能會面臨巨大的風險 它有可能會停產這類產品